讨论一下行情在运行的过程当中 美元对加币的布局的交易的方法 那另外在图形运行的时候 我觉得美元对加币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 似乎可以呈现出一种高空的行情 那我们在刚才还记得我们在之前 有原油的仓位 有些同学还有 别说没有的话 我觉得如果原油在今天继续破位 或者原油的单还持有的话 那么不去止损原油而去建立每家的单也是可以 所以大家记住我的这个思路 它是和美元对原油是一同进入 所以我们在这边写的是原油的避险 因为原油处在年的高点 原油处在年的高点 原油有可能下行 那在这个时候 在美元走比较强的时候 我们原油在出现某种可能上行的走势的时候 去做美价会呈现出一些去规避原油风险的一些动作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原油的避险行情 那我觉得止损可以放置在它的前高之上 1.29的这个上方 当然你守得紧一些 也可以守在这根大型阴线的上方 也是符合交易的道理 这根大型阴线我们读一下读书 大约是40左右的位置 每家的四小时图 那我们注意到每家在之前的时候走出了一个双顶的格局 那在这儿有一个 这是每家在之前构成的双顶的结构 那双顶一旦确立 颈线随之确立 我们看到颈线也是比较 清楚的一个位置 颈线的位置出现在 颈线的位置我们看到出现在我们图形当中的1.28136的位置 这个行情走的也非常清楚 行情在走颈线的时候 我们注意到这个图形 第一波行情抵到颈线 第一波行情顶到了颈线 并没有真正的下降下去 这个行情是从第二波行情 然后才走出了颈线的破位行情 第二波才走出了颈线的破位行情 所以在这儿我们看到颈线 从这个地方下破下去 形成了一个下跌的 然后回调反弹 回调到382的位置 有些投资人如果能够耐心等待的话 我觉得去回到他前期的低点的时候 可能也会出现一些交易的好的结构 就是前期他的最低点的位置 1.28的这个位置上面 也是一些有可能的形成的 一些下跌的一些走势 所以我觉得每家的图形 是一个短多 甚至不会在短多上来 甚至不一定给你一个价位 然后长空的一个行情 我们在中间有基本面的比对 影响每家货币对走势的基本面 有三个 影响每家基本面走势有三个 这句话是洛佩兹说的 老婆说不是老婆说是洛 大概这样写 我不写英文 那第一个 编友 第二个 bank of Canada 第三个 美元 就是影响他的 三要素 这是影响原油的三要素 我们看到原油的价格 假设原油的价格继续高企 那我可以加的走势应该是下 可是前段时间我们看到 原油价格高企 形成的 行情反而是美元一直朝上 而美元真正强的时候 美元又影响了加币 所以加币你发觉没有 基于刚才的想法的时候 我们发觉 美加这个货币对 当他去研究基本面的时候 实际上是有相当的难度的 之前的行情 美元在走的时候 美元比较弱的时候 原油比较强的时候 那他单纯往上走 这是可以理解 但现在原油强 有可能破位 美元弱 美元也强的情况 他往下走 不是特别好理解 那某种意义上说 市场当中可能对原油的看法 可能是比较乐观的 技术面我们看到 大型阴线破位 技术面我们看到大型阴线破位 足迹建立仓位了 我觉得这个图形 我们来看的时候 这个图形还真正没有 大型的阴线已经走出了 今天刚刚去建立入场的头寸 还没有走特别多远 看一下事后这个图形 如何走呢 我个人觉得 美元对加币这个图形 在技术面上 不是特别的乐观的一个走势 你很好看 我是7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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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日 现在就像是一个图形 在传计的 ear問者 感谢观看